如果真的是到那個契蔡保送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時候幫他 就做一些這個支持他 或者說我們選民那種 我覺得我們就被騙了 我們要提醒大家 這種事情有可能發生 精采 可能嗎 如果 衛委員在這邊講的那個狀況 跟那個楊欣宏在這邊講的狀況 不太一樣的原因是 他一直在強調一點 為什麼反馬教主在宋楚怡這邊 不在蔡英文那邊 因為他們通通都反馬 對不對 今天是反馬陣營裡面 蔡英文跟宋楚怡站在這兩個山頭 可是宋楚怡為什麼能夠 吸引大家去認可他 是他除了批到他的罩門 直接點到罩門 你說馬的罩門 對 送批馬 批到罩門 而且他提出了一些方針 可是你看到民進黨的時候 大家會不放心 就是說我們還要那個實驗嗎 今天大家在講世代輪替的時候 不斷的有人在講說世代 這兩個人可能比較年紀輕 然後宋楚怡年紀大 可是大家在看現在各國的狀況的時候 那個世代的本身 你看還經不經得起 所謂的再實驗 那個再實驗的可能性 讓大家的放心程度 就是為什麼要把蔡英文當成 我們大家在講說 這票會流過來 恐怕也不是我們想的那麼簡單 就是他們兩個核 就是蔡送核或中間禮核 不是那個狀況 而是今天有很多的選民在看說 蔡在處理很多事情的過程當中 包括剛剛楊先鴻在講的 他在處理民黨內部的過程當中 包括我們看到他最近在處理很多事情的過程當中 那個成熟度夠不夠 他是不是一個Christmas 有沒有那個領袖魅力跟領袖的姿態出來 還是他是一個幕僚長 包括唐飛出來的書都肯定他 那個能力是一個幕僚長 可是台灣社會可能需要一個Christmas 那個東西在他身上找不找得到 這個過程當中就會產生出來說 那個票是不是真的穩定的支持蔡英文 那個蔡英文跟民黨之間中間的磨合 現在還在磨合 包括跟我在講的跟記者本身在磨合 他有很多的堅持 那台灣社會必須講 選舉本身還是有很多退 還是有很多演繹 就有記者去問說 你看嘛 你去看吳可以這樣哭 請問蔡有沒有可能有一點演繹去哭 結果那個記者回答說 他不會哭啦 他只會生氣生氣生氣到底 這裡面就去談到一個狀況說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在台灣社會裡面的選舉當中 有一部分是演繹的 那個部分的演繹後面就是我講的 有一些東西叫做虧搶 如果你剛剛講說 台灣選舉還是有一些民粹的話 新黨育老今天所特別點的 包括把宋跟李擺在一起 包括黑金要不要擺在一起 這些議題只要把李跟宋 一掛在一起以後 如果有所謂的民粹 民粹有兩種嘛 一個就是比較偏藍的民粹 一個是比較偏綠的民粹 那這時候會不會偏藍的那些民粹 就開始把宋推向另外一邊 就覺得你跟李只要掛在一起 你跟我沒看過 沒關係 我也會跟你作為 沒錯 你講對了 可是那一部分 確實就是深藍的那一塊 也就是剛剛他們在講 新黨今天是停馬的 跟今天我們在講宋楚瑜 他是反馬的 在最上面的屋頂就不一樣 那那一塊深藍就是停馬的 他就分的就是深藍的那一塊票 那今天反馬的這塊 為什麼剛剛講的 他會跟蔡英文去分票 因為他是站在反馬的那一塊 可是剛剛來賓的講法 現在會出現的就是 宋跟蔡誰是反馬先教主 因為誰能夠成為反馬教主 那票就會往他那個地方走 整個會變成這樣兩大板塊的一個轉移 雖然姐會嗎 我剛剛聽完建宏講的 我看見就發現 發生在國民黨內部的事 也發生在民進黨 因為第一個副手的 就是說所有的人選沒有徵循大佬 然後內部根本搞不清楚他在幹什麼 包括他的政策 大綱 財政什麼 每個一篇 而且蔡英文的做決策過程 跟馬英九真的一樣 那無能的過程也好像真的一樣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發生棄蔡保送 那我想請問一個就是說 宋強調親民黨有它的主體性 它是個獨立政黨 民進黨更是一個主體性 它還執政過 那更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政黨 那你今天如果說民進黨保送 請問一下民進黨就垮了你知道 那主體性是什麼 那就是說宋變成民進黨 還是蔡被趕出去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關鍵 那如果說今天蔡是黨中央 我們知道就黨中央你掌握了優勢 那如果今天蔡是黨中央你棄蔡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像我講的 你國民黨馬英九在旅 他都不會放棄他 他還是會撐到 就算他今天落選好了 就像當年連戰一樣 那你今天說除非你民進黨 今天宣布我們放棄蔡英文 然後我們或許 那也有另外一組候選人 代表民進黨 所以我覺得那個 你知道現在政壇就是說 為什麼我說有樂趣 就是說宋楚瑜那個聲勢 拉起來以後 各種說法都有 然後各方人馬有各種樣的算計 我覺得真的有 民進黨裡面有民進黨的問題 國民黨也有國民黨的問題 其實像很多大佬 到現在還沒搞定 是不是就是我們常常提到的 他就是不要出來站台 你能拿我怎樣 真的人家真的打電話 其實他都不要來 有這種人 OK 溫生哥 民進黨基本上 其實支持者是鐵板一塊 千萬不要去想說 他會棄蔡保送 他包括像黃葉衰 黃葉衰你看 他是個獨立候選人 他跟民進黨可以說是幫忙很大 而且跟蔡英文也是姊妹濤 可是你看當黃葉衰要連署的時候 整個民進黨或讀其他的這些 挺民進黨的 全部被格 完全封殺 就是說沒有讓他說 讓黃葉衰拿到一張入場券 那我想主要蔡英文他 一開始他就打定說 這個是守護主權 守護主權 如果說照憲文哥剛剛提到的 大概只有這一位女士 他大概是第一個棄權 他說他不幫 呂秀琳是擺明的 他不願意幫蔡英文 這個抬教或駐選 但是呢 對其他獨派的人來講 在這一塊大招牌下 就是氣碼保台 絕對通通會總集結 現在唯一比較頭痛的時候 就蘇貞斌的這個現在對手 許天才 他曾經形容過蔡英文 沒混過政治圈 然後呢 四大天王抬教 是這一份樣子 就何去何從不知道 這個是他現在最頭痛的地方 另外一個 這個當然不得不講的 也就是說 現在在操盤所這個奶公 吳乃仁啊 吳乃仁照民進黨高層的透露是 他完全排斥邱一仁 拉拔回來幫忙就是說抬教 這個很怪異 我們都知道公元2000年或2004年 阿扁能夠勝選邱一仁 那個是第一把手 結果是現在最大的 反對拉拔回來的是吳乃仁 兩個過去都是新潮流 就像黃信介講的嘛 民進黨內有兩個頭倒臨嘛 一個吳乃仁一個邱毅仁 這兩個現在有點餘量情節 另外呢 奶公還想把民進黨的派系排除出去 我就覺得這個吳乃仁 這個有點像唐飛新書形容的 當時唐飛的新書裡面 這個和平之春 台北和平之春他就透露說 在內閣開第一槍的是民進黨秘書長 吳乃仁 他說請貴請有多 所以當時唐飛就很訝異問阿扁 說是不是要我辭職了 結果反而是阿扁再到過頭去查了一下說不對 也不是民進黨的意思 完全是新潮流的意思 現在這個氛圍有點像當年 所以我是覺得說民進黨的內部啊 絕對不能自亂政教 OK 其實剛剛講到這些 我不知道這個時辰往下走 宋主義他面對的問題很多 時辰往下走以外 可是不是到了9月20 連署書如果25萬份拿到以後 然後全部都弄完 就什麼事情都OK了 其實要選一個總統 那事情多了 你說剛剛前面有人講 那副手到底是誰 你不能到時候隨便填一個谷懷軒 不可能吧 可以嗎 我還要有個搭檔 我不行啦 我不行啦 年紀不到 對 年紀不到 OK OK 對 我聽說他要有很多配套的東西 選舉更重要一點的事情是 我不知道耶 憲好 他不是這麼單純的事吧 他還有包括我們說 我解釋一下 民進黨的最基本最基本盤 我們應該這樣看 就是阿扁的這個貪腐問題 弄到最後還有18%支持他 那個叫做基本盤 我今天講的會棄蔡寶送人 不是這18 這18在發生什麼天災地變 都投給民進黨 這個沒問題 可是現在這個 18%不能當選 他還有很長的一條路要走 那這一條路 比如說以現在的民調支持 差不多30%來說 剩下那12%就不見得了 那個就不是那麼鐵板壹塊的人 這些人喜歡投給會贏的人 OK 那這個時候就是這個三家 這個跑馬 你最想押的是哪一個馬 是哪一個人 甚至是哪一個人 或者是哪一個人 那你不見得了 這三家 這次是哪一個人 有哪一個人 這次是哪一個人